玩了兩天的時間 來這邊做個遊玩總結吧 因為其實基本上這款遊戲的部分 內容性就還好 那這款遊戲跟去年 也就是一年前推出的雲山之約 畫風是有點像的 當然玩法不是說一模一樣 但是這些風格一開始我在玩的時候 就會馬上讓我聯想到一年前出的雲山之約 遊戲部分目前提供了四個職業 遊俠的話就是 未來轉職可以變成風行者 還有幻影遊俠 基本上它是刺開類型的 然後學者 這個部分就是法師 我們來看一下 寒冰學者還有烈焰學者 就活法師或者是冰法師而已 再來就是劍士 劍士部分可以轉為 狂戰士或者是劍鬥士 那神官們的部分一開始它是輸出角 後來的轉職它是可以轉成奶媽的 我們看一下轉職的方向 有裁學者 還有大閒關 那這個大閒關應該就是奶媽了 目前我有打過幾場副本 是打BOSS的 也就是手動操作的 那這款遊戲是很吃輸出的 輸出的強弱跟BOSS能不能推掉 是有直接性的關聯 因為它有時間限制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那以無課來講的話 可能練個補師啊 或者是坦克 應該算是還不錯的啦 但是如果是要純輸出的情況下 你可能要有固定的工會團吧 四個職業都可以選男選女 然後可以做一些很簡單的捏腳 就是捏腳的部分啊 是有點少的 而且這不是我個人特別喜歡的一些造型 就只有幾種造型可以去選擇而已 如果你想要更好的外觀 接下來就是要花鑽石啦 當然看鑽石出來 給的髮型那些都是挺可愛 挺漂亮的 基本操作部分 右下角 點開來 那我玩的是神官這個職業 那目前玩兩天 它沒有接鎖轉職嘛 所以說是最初始的話 神官它是純輸出而已 而且以風車來講 玩神官的人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來快速介紹一下它的玩法吧 左上方點進來 這就是夥犯系統 大部分呢 連起MO啊 或者是像這類的MO RPG 最近的主流就是會有夥伴的 那夥伴的部分啊 參與一般的副本好了 就是組隊的話 那你可以派一位出來 就以中間這位的顯示為主啊 夥伴也是可以進行升星的 升星部分啊 儀卡吃卡這樣子 它就可以一路升上去了 我們看一下 升星這裡還可以快捷升星 一路往上升 那就會有肥料了 那我們看一下 右方點第一個 第一次的升星啊 像這個原生的五星角 如果要進行升星 還有一張同名卡 那第一位 這個是守屠可以取得的 後面的要嘛是送的 不然就抽到的啦 這張五星角還算是挺多的 這位好像是可以進行升級的嘛 首先 要有一位同名的卡片 然後還有有三張肥料卡 所以升星的話 其實要要求還算是挺嚴格的啦 除了升星之外 再來就是進階啊 一樣就是打光卡 像極光裂骨 或者是直接快速合成材料也是可以的 極光裂骨 在這個地方 你有通關過了以後 你要取得材料 直接進行掃當就可以了 你看 早上的時候我又掃過20次了 今天是晚上了嘛 八九點了 你看他又累積了 一掃出來的材料 你就可以去進行升階 像這個樣子 如果有吹材料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你就是只能慢慢存了 然後再來就是垂鏈 這邊就是點一點而已啊 那 點一點 然後再往下點的話 就是突破了 除了這三個位置以外 下面這邊也是可以安插其他角色的 安插起來 有提升跟沒提升的評分 差個幾百吧 差的也不是特別的多啦 所以如果你本身武克玩家的話 是不用急著把下面都省起來 這評分好像差個幾百而已 接下來 解鎖了等級上線了以後 就會開啟更多的格子 好啦這個就是所謂的夥伴系統 左方主線任務這邊 今天就可以看到主線下一階段 就稍等到41等了 好像是37級嘛 因為今天是第二天 所以要等到明天第三天的時候 做完跑環那些啊 大致上應該就能升到41的吧 這遊戲其實整個界面看起來 就是挺舒爽的 跟免洗NOO還是差很多啦 像後面會推出神機 血無者嘛 那個就是免洗NO 紅點點一大堆啊 這款遊戲的紅點點大概就是那一款遊戲的 五分之一吧 這款遊戲的紅點點很少 看起來就是 稍微舒爽了一些啊 手除部分 第一天就送這一位 好夥伴 第二天送武器 以手除的價格來看 還挺划算的 我還是蠻推薦手除的啦 畢竟第二天又送傳說武器啊 然後福利部分 這是七日禮戰 第七天 送六星的神寵 給的相當可口 每日牽到 線上獎勵 他的線上獎勵 你每一天只要打 六十分鐘就全部給你了 可想的是這款遊戲其實它是不干的 我記得早上我玩不到一個鐘頭 左下方的活躍度我已經做到一百了 接下來就是 在上線做一些公會任務啊 就很快就到一百二了 所以還算是養肝的 一天不用兩個小時 當然第一天你可能要花三個小時左右吧 接下來從第二天開始 其實 還算是很養肝的啊 其實我第一天也玩不到三個小時 就把所有任務都做完了 那這個是公會啊 公會的部分啊 有最基本的公會護送啊 這種任務 援助啊 或者是 公會釣魚 晚上七點半 就會有公會釣魚活動 公會聯賽 公會守護 公會聯賽我應該是體驗不到的 那就是公會賽的意思啦 龍光競技場 這個類似像陣營賽啊 就是一人選一邊然後開始互打 反正這個雲山之約也有嘛 就類似那個樣子啊 然後其他的就是一些組隊的副本啊 單人副本 諸神試煉就是這個 諸神試煉的部分啊 嗯 建議組玩家 不要組人機哦 因為你組了人機了以後 很容易他就送了 因為他必須要手動操作的 各位看一下組隊系統吧 其實他進行組隊的時候 我們狀劍熱舞 流浪的學者 流浪的XXX 那個都是指人機啊 那 你也可以邀請一般的夥伴陸隊 如果有邀請進來了以後 你就是 把人機給踢掉 類似像這個樣子哦 就是類似用這種方式去進行篩選 那如果你能處理掉的 隊伍啊 你就不用組玩家 你一個人 在組人機就行了 那 我記得有幾種活動 好像你組人機就過得了了啦 除了諸神試煉之外 基本上 組人機來幫忙打就行了 必做的都是一定要做 小豆大會也是一定要完成啦 因為他給蠻多經驗的哦 記得打一場給7萬的經驗吧 然後這是休閒系統 其實這款遊戲的社交不怎麼樣 社交有點少啦 這款遊戲如果要跟雲山之約 去比較的話 當然就是輸給雲山之約啦 我感覺起來 他是什麼都有做 但是什麼都做一點點 做得不夠搶眼哦 像音效啊打擊感啊 那還是各項的玩法內容的部分 就是都有進步空間啦 這玩法大致上就這些啦 然後接下來這邊展開了以後 技能 你就一鍵升級就好了嘛 那再來就是裝備打造 裝備部分可以去進行鍛造 全身總完美度這裡啊 這邊的話還是可以去進行累積哦 現在目前是得到1階的套裝效果 那你不這樣強化的話就會2階哦 那第一件這件絕品啦 就是我手除 第二天他送給我的 所以我覺得手除還算是不錯啦 就是挺划算的 然後還可以插寶石 這邊有看到有寶石 寶石可以進行強化 再來裝備可以去進行洗鍊 他的洗鍊就是你一直點他就一直加了 他不是用跳的 你一直洗他就一直加 加到滿為止這樣子哦 還有持綴 那這遊戲也是有交易行的哦 當然他交易行的話就是放賣裝備啊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交易行 也沒有說好特別的豐富哦 交易行再來就是商店 商店這邊啊 像你的銀幣啊 主要就是可以買一些像 神速之一這種東西哦 一次就32萬 其實你銀幣會只累積啦 所以你在商店部分啊 這邊能用盡量把它用上嘛 再來就是積分商店 還有聲望的商店 好大致上就是這些哦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召喚池 好這裡就是召喚池哦 其實第一天送蠻多抽的啦 那之後的話送的抽數好像就減少很多了 除非你去進行課金了 那這邊還可以做低階的轉化 還有高階的置換 反正這個就是召喚池啦 抽卡概率5% 挺有感的 確實應該是有5% 因為我還做蠻多傷的嘛 所以5%算是也很有感的 那基本上這款遊戲啊 在野外幾乎是看不到怪啊 你也不用一直去掛機哦 就把任務做完就行了 然後右下角有自動戰道 還有鎖底 還有閃避 閃避是個缺點哦 一直要等10秒 然後還可以補血 大陣這個樣子哦 好啦 那後面就給各位看一下龍光競技場 的演示畫面 本次影片就到這裡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按吧 Holiday 混在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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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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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